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全新系列《理想之我分享》 這系列是想讓大家自主去決定 究竟我分享什麼產品的用後感 平時我猜大家有什麼有興趣 將它們組成成一個collection拍片分享 但我知道有些朋友看到Hidy有某樣產品 究竟好不好用呢?值不值得買呢? 它的用後感是怎樣呢? 等到頸都長還未分享 所以我就紋身器這個概念給大家留言 或者在IG我會不定期的發表給大家 告訴我有什麼品牌的 哪一種產品你有興趣想知道的用後感 我就集中五至六樣 拍一條影片去分享 今天《打響頭炮》第一次 真的蠻精彩 因為有幾位觀眾說了不同品牌的眼影盤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我們逐個逐個來 有觀眾就問 雙十一CT的七盒一眼影 我猜它就是去年這盒 《 instant look in a palette》 色號就是《 sunset dreamscape》 這個其實不是七盒一眼影 因為裡面有眼影 然後有胭脂、有highlight、有修容、一個bronzer 所以它是一個全面的彩妝盤 粉質方面《 Charlotte Tilbury》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的了 一定是很細滑的 你看到它不會說很飛粉的 這一盒的眼影是主打一些比較Rose的顏色 兩種胭脂的顏色 一個是比較低調、成熟一點 一個是比較珊瑚色的 然後highlight和bronzer的顏色 就有一個低調的提亮感 它給我的感覺是安全牌 不會出錯的 如果你要一合走天涯 可能去旅行 你想一下子已經搞定整個妝 或者是平時上班 不想用腦子去想 想要一個搞定了 一定能出門口的妝 這個是不易之選 但是有一點想變化的話 這個未必是你最好的選擇 就要看看你的需求 然後呢 去到第二位觀眾問 就是 都是眼影盤 是Nars的眼影盤 它就沒有說明哪一個了 然後我自己手上是有三盒不同的Nars眼影盤 每一年每一季 Nars都會出不同的限量眼影組合 這個9色的就叫Summer Solstice 然後有這盒12種顏色叫Extreme Effects 我還有16種顏色叫Summer Unrated 這個牌子的眼影 它的顯色度是一向都出名的 畫出來 看不看得到 非常之出色 而且延展性是很好的 我再拿16色的這一盒 又是畫給大家看 它的粉質呢 看不看到那個閃嗎 是超級漂亮的 它每一盒的質素呢 都是做到很一致的好 我用了Nars的眼影有十幾年了 如果你喜歡彩妝 喜歡歐美妝的話 應該不多不少有儲他們的眼影盤 之後很顯色 很好Blend 你會看到光澤 那些金屬的眼色 真的很漂亮的 但是有好又不好 如果你想要一些清淡妝容 或者你是新手的 又或者你追求的是每一種顏色 你都會用到的話 其實買這一類型的眼影盤 未必對的 因為你問我這一盤 尤其是它的紅色 鮮色 和黑色 我都很少用的 反而是另外的 這一盤 我就經常用了 你要選一些自己平時用到的顏色 這一刻我就是常用的 反正都說開就可以比較一下 剛才Charlotte Tilbury的化妝盤 和Nars的眼影盤 因為兩個都是五百多元左右的 價錢差不多 我會怎樣選擇呢 Nars的眼影盤是令我開心的 它可以完妝 有不同的風格出來 之後可以創造無限的可能性 但是Charlotte Tilbury的這一款 它基本上化的妝都是那個的 但是它安全 我不用想啦 不用用腦 不會出錯 都可以化到一個見得人的妝 所以就要看回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很適合你的 你買一盒可以走天崖 然後如果你喜歡化妝的話 我就覺得Nars的眼影盤 不要想實不實用 用來儲存 都是覺得很漂亮的 然後也有觀眾問韓國牌子的一個眼影 就是Basic 我這次應該有讀對了 這個九宮的眼影盤 應該很多人都有買 有興趣 因為它不算很貴 大約$200左右 就已經有一盒了 如果喜歡淡妝 比較通透的 溫柔的 有空氣感 小清新的話 你就可以入手了 因為我覺得它們無論哪一盤都好 都是走這個路線的 我其實拿了很多粉 但是大家一看 應該都看到那個差別 它們是明顯 比較透一點的 不會是很實色 或者是超顯色的 就算我拿比較深色的這個巧克力盤 你都會看到它的顏色 其實啡得來 沒有剛才那些那麼硬朗 有對比有傷害 你會看到 雖然這個也是比較深 但是一出到NAS的話 那個顯色度 沒有得比的 這個絕對不是好用 或者不好用的比較 它們不同風格 如果化淡妝的時候 我都試過用這個眼影盤 05號色 是有朋友說 哇 眼妝很美 很精緻 用了哪一個眼影盤來化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化淡妝的話 這個牌子 我都覺得是值得入手的 但是這個九色眼影裡面 我就覺得其實是三種顏色 它們的層次是有的 但是不算很鮮明 你用完這隻顏色 再用這隻顏色 其實在眼上 不是很感受的 所以是用不完九隻顏色的 而且它們的閃分是比較大顆的 畫出來大家就可以看到分別了 去到這個距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DASIC的和NAS的 它們真的看到一粒一粒 但是NAS的這個 是非常密的 但是這個真的是個人選擇 因為DASIC它們比較一粒一粒 好像星星的閃分 是很累穿的 眼妝 然後NAS的這一款很綿密 又真的歐美的那種風格 是完全兩種不同的風格 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怎樣的眼妝 才去入手哪一種眼影盤 是最好的 然後有朋友就說想看CDP的底妝 我不知道他想看哪一種 但是手上我就有他們的Cushion 就分享這個 它叫做Radiant Cushion Foundation Natural 我的顏色就是O20 這個我記得是$800的 都真的很貴 然後可以說是比較失望的一個底妝產品 你看到拍出來不是很有光澤 奶油肌那種 我的左手上了一層 它的遮瑕度屬於中間 不算很厲害 也不是說沒有的 這個距離更加看到了 它可以把皮膚的氣色帶出來 沒有那麼立黃 但是又不會泛白的 為什麼我會說失望呢 就是它可以用的時間實在太窄了 就是那個範圍 只是春夏的室內用才是最漂亮的 如果是很熱的夏天在室內用 它受不了的 然後秋冬我拿出來用 它又不夠保濕 會有點乾的感覺 所以$800來講 我會期望它可以做得更加好 如果你說春夏室內用到完美的 真的很貴苦的奶油肌的話 都還可以的 但是呢 我覺得它只不過是不錯的中規中矩 Clay Deport他們的底妝 平時我是喜歡用的 他們的粉底液 又或者接下來去日本 我有機會會買今年他們新出的Cushion 再接再例去試 可能是剛好失手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不適合我用 總之這個呢 我就覺得一半半 但是如果粉底液的話 我是挺喜歡他們玻璃瓶那種的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那個妝效出來 特別是乾肌的朋友 輕熟肌的朋友 你是會喜歡的 然後有觀眾問 Nora Mercier的定妝噴霧 說在它身上是完全定不到妝的 我想它說的是這一款 我有大也有小 叫做Translucent Pure Satin Spray 那這一款呢 有一件事我要說的 就是兩個噴頭 我也是噴不到出來的 原本是噴到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噴一下噴一下之後 它就失靈了 所以呢 我是要再拿其他的瓶子去裝著它 如果化好妝直接噴它的話 我會覺得有層保護膜的感覺 不是焗的 但是你會感覺到它在上面 這個就是我直接用它的感受 是不太喜歡的 但是呢 我很喜歡把它放在一些海綿上面 噴濕它 不用水 直接用這個Satting Spray 然後上粉底 粉底是很貼 而且很像妝的 這位朋友 你可以試一下改變一下這個用法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可能是關於底妝事 因為這些Satting Spray 不只是這個牌子 不同的牌子都好 然後呢 它們都不是一個定型水 其實它們的原理呢 就是把你們的妝 因為妝跟皮膚更加融合 更加貼 然後呢 是沒有那麼容易浮粉 脫妝 脫妝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哇 本身我的膚質是容易出油 然後我選的粉底 我選的碎粉 都不是控油的話 其實你噴更多的Satting Spray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選的粉底 不適合你的膚質 對了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了 很多的用後感 雖然好像只有五樣東西 但是呢 就說了很久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分享更加多的用後感 因為我拍Youtube本身就是想分享 然後呢 我又經常覺得 好像進不到窄去分享大家想聽的一些用後感 那現在我又覺得 在Youtube呢 很少人去分享這一類型的東西 可能 對啦 我不知道是我剛好看不到 還是越來越少 比起我以前很喜歡看Youtube的年代 真的少了很多 大家好像很少拍 但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所以不如自己做出來先 對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如果有什麼牌子的哪一種產品 你寫明了是想看的話 而我又有呢 那我就可以盡快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些是 你見到 是覺得很有興趣 Hidy好像沒有 你照寫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有興趣 然後我自己看完之後都心動動的話 我買來去試 對不對 對啦 有什麼所謂 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總之 就不要捨得太過虛無飄渺 唇膏 那樣 很難拿出來和大家說的 所以捨得精準一點點的話 我就更加容易分享了 對啦 有空我都會放在IG 不定期收集一下 總之 就可能每個月 每兩個月和大家分享這一次的 理想之我分享 好啦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有錄兩條新片 逢星期錄到三星期 和星期錄到三星期 和星期錄到十二星期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兩星期錄到20秒 在星期錄到 也請